什麼 他看到粉蜘蛛下去烤的 粉蜘蛛啊 哎呦真的 快點過來啊 過來滴滴滴好玩喔 他認出米來 但是他做生意不好意思 所以他就灰灰熟 真的嗎 有攤檔喔 沒想到小媽還蠻專一的 他說 公讀生沒有 沒有去年那個公讀生他不要了 嗨我是蕭蕭 久違的陽光終於出來了 為了不辜負這個明媚的陽光 所以我又帶著蕭爸蕭媽出來了 今天的目的地是迪化街 因為現在是年禍節 這個熱鬧蕭蕭家不會錯過 今年迪化街好多都有試吃了 前兩年疫情都沒有 我今年感受到之前你跟我講的 到迪化街不用吃東西 試吃就可以吃飽 對 這個好像叫麻老是不是 對 對 今年要不要撐一點 去年不是說還蠻好吃的 對吧 撐一點 芋頭也來幾個 好 那個是白芝麻 白芝麻也要 好了 我現在渾身都是汗 太陽在這裡 台灣的天氣真的超奇怪 一秒入東一秒入下 真的不跟你開玩笑 小媽也脫衣服了 小媽也熱了 什麼 小媽看到粉蜘蛛下去烤的 真蜘蛛 真蜘蛛 真的 天 真的 小媽第一次看到整蜘蛛在這邊 撕得更可憐 不是她想吃 是可憐 脆皮五花肉 到這邊我才真的感覺到我失散了 誰跟你講禮拜一人家都去上班了 照樣迪化街 爆滿了人 好了給你們感受一下 好多人 過年了 過年了 我們要進去了 在這邊過去好像就是迪化街的頭 對吧 對 好 這兩天降溫 我在家裡面待著根本就沒感覺到一點點過年的氣氛 到了這邊就突然感覺好像真的要過年了 你知道還差一個什麼氛圍嗎 差什麼 音樂 按道理來講 年貨大街應該就會放一點那種喜情的音樂 以前都會放啊 那個什麼 中國娃娃的歌 對 還有那個劉德華的那個什麼恭喜發財 對 今年都還沒聽到 好像差一點這個感覺 嗯 這不是要錄給你朋友看嗎 快點過來啊 過來丟啊這好玩 哦 兩百 謝謝 那一開始就漂亮 謝謝 謝謝 新年快樂 我剛才是被誇了嗎 我的爹我還沒反應過來 我就聽到了 他說我好漂亮其他沒懂 小媽你聽懂了嗎 哈哈 他就喜歡看你哦 看你的影片哦 真的嗎 啊 我回家再蟲蟲 我回家再蟲蟲一下 看他講的到底是什麼 小爸終於看到一個想買的了 又是個排隊大軍 什麼花生糖 下一鍋要多久 可能要等到下午以後了 下午 我東西就是搶手完 沒辦法 要等到下午一點多才有的賣 現在已經全部都賣完了 看那個季末 發現你一個人在這偷吃 你嘴巴上還盯了一顆芝麻 沒有我不是偷吃 兒子吃不完了 丟給我 讓我爸吃的 我決定了這家的那個花生糖 一定要把它買到 他竟然跟我講說沒有貨 順時看起了我的好奇心 等一下 等一下 對 女兒讓我買的 他說每樣都要帶 雖然他忍不來 他說他要這個蟲 什麼蟲 對 它也是果汁含量比較高 這個黑黑的第一隻蟲 沙魚 沙魚 還有吸血鬼的牙齒 真的嗎 對 它是吸血鬼的牙齒 真的耶 好醜 好醜 又婷你在吃什麼 沒有吃糖 你哪裡來的糖 你阿姨給的糖 你沒有付錢喔 馬上給錢 你們媽媽給錢了 你靠臉蛋就騙糖果吃喔 沒有人家謝謝的 姐姐媽媽給你買這個 拜拜 新年快樂 拜拜 南瓜 南瓜吃一下 南瓜 有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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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還好吃的 很香耶 很香耶 現在這個還可以帶走 南瓜也來一點 這個弟弟也可以吃蔬菜脆 快樂 祝你們生意心了 拜拜 拜拜 走吧 這邊也可以走 我剛有被認出來 我好開心喔 我以為年火節都沒有人認識我 我剛準備失落 在我這裡媽媽 呦嚇死了 剛剛也有攤販認出米來 但是她是做生意不好意思 所以她就揮揮手了 真的嗎 有攤販喔 喔 開心開心 祝你們2024年全部都發大財 不是這家喔 嗯 我們不是這家 本來就大 很大是不是 對 你們有帥哥 都是美女齁 都美女 好 肖媽既然在找帥哥攤位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去年肖肖在帶他們來迪化街的時候 買瓜子花生開心果這些 然後有一個帥哥 是公讀生應該是 很大的攤位她在幫忙顧攤 然後賣給我們那個開心果什麼的時候 媽媽就覺得這個小男生太棒了 然後服務態度也好 就留了很深的印象 昨天晚上決定來迪化街的時候 她就在家說我還要去找那個男生 說我前兩天在電視看到迪化街宣傳片的時候 好像又看見她了 所以今天我們只在他們家去買 找不到我們就不買了 小媽對不對 對 找到了嗎 在那邊 媽媽在那個很大攤位那邊 應該是 看媽媽還能 小媽能不能再認出來去年的那個 帥哥男生 我看到了台灣花生 看到嗎 玉華生 台灣花生在上面 媽媽 這邊這邊 看了吧 對對對 對對對 那個男生不記得了怎麼辦 我不記得了 小媽記不記得 沒有 攤位找到了 那個工讀生沒找到 小媽說不要了 沒想到小媽還蠻專一的 他說工讀生沒有 沒有去年那個工讀生他不要了 他不買了 對 然後我說那個男生是不是 就剛才戴帽子的那個 然後他說不是 這個年紀大了 那個小 我說人家過了一年成熟了 他說不可能樣子就不一樣 他竟然還記得 哇這個城隍廟 我每次過來 煙火都是鼎盛 香火鼎盛 對香火鼎盛 我們先找個便利店 坐下來喝點東西 管一下 今天是真的太熱了 我看到一個酒濃成香港茶 我要買喝的 幫我凍林茶和凍林綠 各一杯 然後還有一顆百香紅 對對對 謝謝 好不味 這個天氣配上一個冰爽的這個茶 真的是好爽 可是小媽覺得太涼了 然後我們等一下去 買一個不冰的純金水給小媽 春年我已經買了 對 顧家小人手 我已經把春年早就買好了 所以這邊就不用買了 緩過來了 現在再去最後 不是最後一站 倒數第二站 給姐姐去買 他每次來迪化街 必吃的一樣 好吃的 哇 像龍穿過建築物出來的 這樣嗎 對 這個造型 這個永樂市場應該是很多年了 就是在台灣 你再仔細看一下周圍這邊的一個房屋 那邊 你再看那邊房屋 是不是很舊 它全部都是上百年歷史的那種老房子 這也是迪化街的一個特色 古代的就是那種建築 但是具體怎麼說我說不上來 但是好多人到這邊都是為了拍這些的建築 它很有歷史感 什麼 那個永樂市場啊 裡面都是賣布料的 賣布料 對 如果說就是自己想要在家裡縫衣服啊 縫桌巾啊 就是戚袍這些 可以來這邊買布料 很便宜 爸爸 那邊 目的地 走 對 那邊 就是這家賣芽餅乾 我們家姐姐 每次必須要買回家吃的 他今天沒有來 所以給他帶回去 所以給他帶回去 現場俱作 我怎麼感覺我像偷黑黃一樣 哈哈 沒辦法拍 嗯 這下面偷偷的 他手中現在做的是大的餅乾 我買的是一口小餅乾 好 好 到裡面 對 對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我剛剛還跟小媽講這邊的一些建築 沒想到這邊你看都介紹的好清楚哦 每個建築的風格 然後在哪裡哪裡 多少號 然後這邊還有 那有他推行 逛這些有名的建築 我覺得還是不要在年火節的時候來 然後在平常的時候 然後帶上照相機過來 去拍一下 捕捉一下他的美 過來 深切的感受一下他 連帶的那個久遠 我覺得還比較好 這種環境有點不適合 心靜不下來 老蕭有發現新的目標 看他要買什麼 老蕭要買什麼 好 好 買位置 這樣一盒多少 那個 那個 應該是五兩 一斤兩千三 撐起來一片 差不多是六百塊左右 這應該是 今年一月十五號 才出 才做出來的 對 肯定是新鮮的啊 這個才今天才當不到 對啊 我們昨天五兩六兩都沒多了 這樣一片你幫我撐一下 看多少 七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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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六百到七百 七百 好 烏魚子也買了 又到了剛才限定時間 賣 賣 芝麻糖的地方 姐姐要找腰果酥嗎 對啊 腰果酥三四包 趕快 好好 你還記得我 早覺得上你好像是要來找腰果酥的 公餐可以吃看看 我不用媽媽吃 拿一下子 對 公共餐可以吃 腰果酥剛剛沒有 現在拿到了 就是這個 剛剛說沒有的 讓我們1點15分再過來 好 腰果酥 好買到了 這邊這邊 小心 好 小心 不好意思 新裝的紅棗 再買一斤 不用 我有袋子 是150號 好了 買好了 很香嗎 賺了好幾個小時 終於買完了 我們家的R物也睡著了 你看 玩累了 對 都已經累了 熟睡中 好我們回去了 對 年貨節採購 圓滿成功 小媽手上拎的 小媽手上拎的 小媽車上推的 衣服下面全部都是 還有這個小袋的 還有這個小袋的 裡面都塞滿了 累不累 不累 不累 好小媽我們回家了 好 拜拜 拜拜 老蕭 拜拜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年前 如果有時間的話 來迪化街 轉轉 年胃十足 一定空肚子來 一路就可以試吃吃飽 好多好吃的 拜拜 拜拜